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慧君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有关于催眠的主题 在催眠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名词 跟操作的元素 这个元素就叫做潜意识 很多人在讲到心理学 讲到催眠 讲到行为控制 我们就会提到潜意识 什么是潜意识呢 其实很多人最最最熟悉的 就是冰山理论 在我们的表意识 就只有冰山上面冒出来海边的那一点点 其他下面的一整座的冰山 都是我们的潜意识 所以潜意识无限的宽广 所以我们的潜意也就可以无限无限的发展 这样对吗 没错 潜意识 它可以有非常非常多的潜能 可以提供你应用 但是我要怎么样去操作 跟运用我的潜意识呢 首先我们要先知道 潜意识 它包含哪一些功用 当然慧君今天没有办法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 但是我大概让大家了解一下 你有哪一些潜能还没有发挥 你可以发挥 比如说 来现在各位 不管你在直播或者是你在影带上面看到 现在做一个深呼吸 在我讲深呼吸之前 你有意识到自己在呼吸吗 通常都没有 我在讲完呼吸这两个字的时候 你才会突然想到说 爱响 我在呼吸 对 这个就是潜意识 它在帮助你生命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你的呼吸啦 你的心跳的节奏 你的身体器官的运动 其实都跟潜意识息息相关 你不会去察觉到它 但是它就是有在运作 或者时常的时候 你会不会有一种经过了哪一个地方 然后突然闻到一个 嗯 好香的味道 好像我阿嬷在煮 的那个味道 然后就怀想起 你小时候 曾经在阿嬷的厨房里面 然后等着要吃 那个料理的那种心情 然后你仿佛就看见你的阿嬷 就是这些东西 潜意识它会帮你一直去串联 你脑中的很多的神经的细胞 所以你会有很多的记忆 不管是你的视觉记忆 嗅觉记忆 味觉记忆 或者是你的皮肤感觉的记忆 它都会存在潜意识里面 所以如果你要开发你的超能力 那么你一定要学会操控潜意识 因为慧君是催眠师 所以我在讲潜意识的时候 很多很多会说 哎呦 那会不会我被你操控了 因为催眠师最会操控潜意识 对不对 好 各位朋友 我现在要公布一个非常重要的答案 最会操纵你潜意识的人 一二三公布 就是你自己 如果从以前到现在 都有在听慧君直播的 大概就会猜到这个答案 就是没错 你就是自己的主人 你可以操控自己的潜意识 就是如何操控从你日常行为开始 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定律 就是如果你用一个习惯 形成一个习惯 大概需要21天 也就是三周的时间 那其实就是在你每天做这些事情重复做 简单的事情重复做 或者是你觉得 你想要形成的事情重复做 它就会变成一种习惯 而这个习惯它会储存在哪里 它会储存在你的脑子里 潜意识 它就会形成一种 你不用特别去思考 它就会变成一种反射动作 比如说 当你一代学会了骑脚踏车 骑机车之后 你现在不太会需要这样再歪来扭去的 找平衡 然后你就会骑机车 你就会骑脚踏车了 学溜滑板也是 你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那个身体的平衡要抓一下 可是当你学会之后 你就可以随便很帅气的背一个滑板 然后噜就噜走了 这个就是潜意识的功能 你只要习惯了一个东西之后 它就会形成一种很顺畅的肌肉的记忆 但是 相反过来讲 如果你有一个坏习惯 它也会储存在哪里 没错 就是潜意识 怎么大家都不理我 好 它会形成在潜意识 如果这个是一个坏习惯 所以你就周而复始地去重复这些 甚至你也不用再经过大脑去思考 你就会做出这些动作 或者是你就直觉有这些反应 那么 比如说 我们说出来的话 我们的思考模式 我们可能对别人的应对方法 只要 你没有察觉到 你就会很容易地步入潜意识反应 什么意思呢 有一个人跟你说了一件 对事不对人的事情 但是你很习惯觉得别人会攻击你 或批评你 然后你就会 他一定是在骂我 他一定是偷偷地说我的坏话 他这个什么 话中一定另有玄机 如果你很习惯地这样去思考 你就会把别人的善意当成恶意 那么 这样就会造成非常多的摩擦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讲 潜意识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 各位朋友 为了要好好操控你的 这颗非常棒的脑袋 并且深入你的潜意识行为 最最最重要的 今天要公布一个非常重要的催眠师的秘密 那就是操控潜意识的方法 叫做时常察觉你的行为和说话的方式 只要你常常察觉你说话的方式和你的行为模式 你就可以在你要做出错误决定的时候 喊个煞车 停一下 这样不对 我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往你想要的方向走 这才是你的潜意识 可以发挥最大最大功能的地方 今天的直播有关于潜意识 就在这里 4月底5月初 我们在台中要举办催眠师的受证课程 我们会把这一整套 完整的操纵潜意识的方法 在那个时候跟你介绍 相同的 关于催眠师或者催眠 或者是其他的 跟脑神经学或者心理学有关系的方面 各位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下面提问 我们将下一次的直播为你解答 今天直播到这里 拜拜